同学看一下这个题目哈 第一课本里面常见的气候图 内容是某地个月的平均气温 跟什么降水量资料 所以有两笔资料 一笔叫气温一笔叫降水 气温我们通常会用什么画 气温我们通常都会用折线图来画 所以甲要选一个 雨量呢我们都会用柱状图来画 丁要选一个 所以呢 比较常用的这个统计图 这两项是折线图跟柱状图 也就是甲跟丁 答案要选什么 选的就是A了